在星海爭霸的世界里 多线进攻是一项高超的技巧 但是不可以用在多线吧 没有 各位观众 接下来进行的星海爭霸的项目 将是由一钢品 要对上的是耀月太阳神 我是徐站员 二早上旬发文 请到的再次讲评 是江湖上人称 贝塔的颜少堂 贝塔你好 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贝塔 是的 那这个对战组合 其实也是非常精彩 因为这个对战组合 没有谁要叫谁恩公 因为这个对战组合 在本季是战成了一个 三胜三败评分秋色 所以今天的一个比赛 相信也是精彩可奇 要进行的也是KOF生存战 好 现在就来看一下 战绩排名的状况了 在现阶段 绝对熊队 15胜5败 还在第一名 White Spider是13胜3败 是第二名 那耀月太阳神是8胜13败 3成81的胜率 他们KOF是3胜3败 5成的胜率 那非KOF则是5胜10败 耀月的KOF三败 通通是输给了White Spider 那至于尤一钢铁呢 目前是5胜14败 KOF是1胜5败 他们那一胜赢了橘子熊之后 KOF吞了5连败了 那非KOF是4胜9败 3成08的胜率 好 接下来呢 要来介绍的是 耀月太阳神的教练 Power教练 吴逢达教练 第一位选手呢 则是阿吉Chucky 林冠吉选手 第二位选手是 仁皇软球Ball 专阵选手 第三位选手则是 少年成王AKR 李哲伟选手 好 紧接着介绍的 这样拍脸很大 妹的教练 大妹教练 陈博春教练 我的脸还是很小的 第一位选手呢 是彦吕嘉宏选手 12岁 第二位选手是 龟守辉 冤景辉选手 少跟他坏了 三位选手是 JuJu 胡玉强选手 选手们都多多地加油了 这两队真的过去的交手 三胜三败平分秋色 第一次呢 是游一刚田 3比0 直接踢了耀月一个光头 第二次呢 是耀月 3比2 而且是逆转 倒打 本来0比2落后变3比2 第三次交手就是KOF 那一次呢 是AK的逆AK 本来也是0比2落后 结果少年穷王 AK连赢三场 然后接下来是 游一刚田3比2赢 然后耀月又3比2赢 那上一次的交手呢 是游一刚田人3比0 打败了耀月太阳神 灰赢了AK JuJu赢了白 以及一二赢了Ball 直接3比0 那第一回合的比赛呢 第一棒呢 因为地图已经是排出来了 所以排阵也直接排上去 游一刚田是推出了 一眼重逐的选手 吕嘉宏选手 22岁 12胜17败 4x14的胜率 他对战 阿吉是三战全胜 这下库拉斯高原是 3胜1败 那Chucky是4胜10败 2x86的胜率 那二连胜 就吞了一个二连败 那特别的是 仔细看这一眼对战 人类11场 8胜3败 8胜里面赢了阿吉就3场 赢了软球也3场 赢了DS2场 3败里面是输给了DS2场 软球1场 所以一眼对上人类 真的胜率非常的高 有7胜2期 而且在下库拉斯高原这张图上 这个在上面有三胜一败的这种胜率 也是相当不错 我觉得重足在这张图上是相当吃力的 是比较吃力相对起来 对那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觉得 对因为重足在这张图上的3框4框 是相对比较远一点 比较不好防守 因为它是在另外一个斜坡上方 对那比较离自己的2框比较远一点 好 现在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 地图就是下库拉斯高原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出身点位 那么在这个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人类 好 这是邀约太阳神的 Chakie 工程车准备完成 Chakie 阿吉 人类就先阿吉 那我们再来左上角呢 蓝色的虫竹 就是游易钢铁人的燕 对那阿吉 前面提到过他是二连胜之后 突然二连败 而他那二连胜呢 就是赢了San 又赢了Apple 熟值都被他克掉了 之后他突然二连败是输给了San 所以他现在对见San的胜率 还是全联盟最高的五成 五成 对 然后又输给了DS 所以阿吉现在也突然一个二连败 对那阿吉上一次出赛的时候 对上DS也是 就是因为输了嘛 那这一次呢又是对上这个Yan 那我们也是要小心一下了 因为毕竟上一次是就是败战 对 而且刚刚提到过 Yan对人类有没有很高胜率以后 八胜三败 七成二七的胜率 其中赢了阿吉就三次了 就对阿吉是三战全胜了 那反观呢 Chucky对上虫族一胜六败 这胜率就一乘四三 唯一那一胜呢 厚 拍歇 他就赢了San 就是赢了大魔王 对阿 他唯一对虫族 本季唯一赢的一场就是赢了San 那六败里面就输给了Ian三场嘛 输给了Slam两场 还有输给了San一场 对 那 开局呢 对 目前开局两边都是正常的一个开局 人类是很正常的在这个有了补给战之后呢 就放下了兵营 那没有放瓦斯 应该是要单兵营开矿了 这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对虫族的打法 那等一下开 开矿之后呢 就要来看看阿吉的科技走向 那虫族这边的话呢 Yan是先开了自己的裸霜 就是自己先出去开矿了之后呢 再来放下自己的孵化池 对 那 这个 阿吉在门口一开始也没有把它封起来 就让工虫呢看个爽 现在还看不到什么东西 对 就要进来绕了一圈啊 逛一逛啊 没有买东西就走了 对 有没有投挖一个五块钱金矿走 哈哈 诶 这边也要进去看哦 过来看一下 对 看你家有在干嘛 那 你看我的我也看你的 对 都没有把门给封起来 诶 放下瓦斯 这个瓦斯试用来 好 这个瓦斯是相当早啊 很早啊 那是真的有没有人去开采 还是只是给人家看而已的 对 因为它这个瓦斯盖好之前呢 我原本以为它只是要为了可能补人口 因为你工兵盖下去之后呢 虫族会少一个人口 那你就可以用来盖妈妈 因为它刚刚是17 18这样 就是上限只有到18 可是它蝗虫也是马上补出来 那确定已经开始开挖瓦斯了 对 而且是三只工虫在开采哦 对 那就要来看看 燕在这边要打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因为它挖这个瓦斯也是给 给阿吉看到的 所以是 阿吉也知道你 有很早开瓦斯 那目前除了提速之外呢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燕 等一下会有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啦 不过阿吉是盖了第二个指挥中心了耶 对 而且他还马上盖下第三个哦 这个也是 我们 你如果不是要打单矿 你如果不是要打双矿的一个 可能12分钟 13分钟的 这个陆战队的一个快工呢 你可以 像这个阿吉现在这么做 就是 三矿呢 直接开下来 然后比较头一点 等一下呢 你可以 这个叫做 人类叫做两矿三基地 在家里再多盖一个 新轨呢 等一下可以丢矿螺 可以补SCV 就是太空工程车 速度会比较快 对 它二矿是直接下在矿区旁边 那第三个基地就盖在家里面 反正我们可以飞嘛 人类的主宝可以飞 对 这些已经是花了400块钱了 盖在旁边 这样子也可以 产太空工程车啦 可以帮忙产 对 对 对 它虽然说不能说 这个三矿直接下去采矿 对 直接在家里盖 太空工程车是比较快速的哦 马上把两矿的经济浮起来之后 还可以丢矿螺 还可以丢扫描 对人类来讲是非常好的 那虫竹这边研呢 是已经放下了二本科技啊 所以很快的攀升了科技 两个瓦斯已经下下去了 另外两个瓦斯也开采了 就是开始开始盖了 哦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到很充科技哦 那没有打算要去做 去开三矿 那因为这张图 开三矿会比较 稍微比较危险啦 因为它的三矿是稍微 比较远一点点 对 最早我有特别请教 我们的赛品Beta了哦 夏克拉斯高原 对虫竹来讲 那三矿会比较远啦 所以它就两矿 而且家里很缺瓦斯的样子 一直采瓦斯 那这个是要准备出飞塘 对 还是虫竹地 虫之地 还是 然后这边放下了螺旋塔 所以很快的 这是一个两矿 四瓦斯打走飞塘的战术 这是还蛮早期的一个战术哦 因为最近比较常会就是 我们盖到四之后 虫之后呢 去开三矿 那这样子的话呢 会比较 比较在经济优势上会有 但是 这个打法呢 是非常早的 出来的时间很早 但是 在这个自己的三矿上面呢 会比较慢一点点哦 燕呢 这个时候才放下了三矿 哎 查身而过 没有看到吗 就火车要回头 二郎回头 抓到了 哎呦 太多了 赶快追 对啊 跑跑开车 赶快追 赶快跑 赶快回家 哦 前面有 这边有碉堡 帮忙 哎 开门开门开门 开门 开门了 进去了 到底是里面两台要出去 还是外面两台要进来啊 结果是进车库 外面两台啊 进来 避难 对 那阿吉呢 在补完自己的星轨之后 那现在 一边在出火车 火车是没有停哦 然后呢 自己是在走这个 生化部队 而且已经开始在升打针了 这个打针 也算蛮早升的 所以 等一下打针 结束的时间也会很早哦 对 看看阿吉 有没有要打一个 一个 一个可能 一波 一波的打法 六台二郎先出去哦 对 这个战斗妖际 很快的提升 我刚刚他是 喵到哦 一波的虫往自己家里奔哦 所以两台火车决定回头 对 如果没看到的话 就这样子 你冲你家 我冲 你冲 对手家 他也冲对手家的哦 那样操作上会比较 比较麻烦一点 哦 所以就各自回家保粉 对 这边在做一个扫描 然后轻虫胎哦 那虫竹的虫胎呢 就会开始慢慢的萎缩 开始慢慢的消失 嗯 独爆虫巢 也下了 飞糖挤出来了 一下挤出几只 六只 对 我们飞糖已经出来了哦 那 已经来到九只了 九只了 对 九只飞糖 那直接要去你家 这个时间点是相当相当的早哦 那看看 阿吉这边 家里是完全没有防守 他是有两个工程所在升 哇 但是 没有对空的 对 没有对空炮台啊 飞蛋炮台 箭到一半还在箭啊 这个陆战队赶快回来 打针才快要升好 哎 还没有打针 追不到飞糖 好 这边有点麻烦了 好 现在有了 战斗妖技助侠 给他注下去了 但是飞糖跑到另外一边 矿区 对 另外一边矿区 也是有陆战队在防守 那这个时候打针已经完成 哦 飞不到 对 对 这边刚刚有打针一只飞糖而已 嗯 那 杀的 太空工程车有杀很多吗 杀了八只 哦 这个飞糖 还不错哦 那 自己也是三框开起来了 燕这边 也是利用一个地形啊 因为这张图呢 之前 大家会说这张图是人图 就是因为 就是人类图啊 就是因为呢 主框后面的一个 一个斜坡 就是它的一个悬崖呢 是 是 医疗艇是可以飞 然后不会被攻击到的 那现在燕呢 反而是利用这一点 飞糖赶快早点出来 那在后面可以飞 那 我要 攻击你的时候 我可以偷袭 那我要跑的时候 我也可以跑 哇 反而是非常利用的 那个算是空中的死角 对 而且是打在阿吉 在打针 打针的科技好之前 先打你 哇 这边好多的 毒爆啊 变了一坨 又一坨 哇 那几百只啊 对 这毒爆的数量 来到31只 而且 独爆的这个移动速度刚好 阿吉这边 哇 毒龙狗 通过来 对 这个 这个这样子 因为我直接要带走了 结果 出墙兵来不及散 对 我们二矿的SEV 太空过程车 要被炸光了 对 被免贫了 然后非常这个车 变 非常好像挂光了 你看 那 毒矿还是在着火啊 SEV太空过程车 跑不掉 哇 毒爆总 又在滚 哇 对 主要是 阿吉这边完全没有 然后地面的单位 刚刚在门口全部聚在一起 就被炸光了 对 它超过的空间太小了 然后打出了具具 所以 一二对战阿吉 是取得了四战全胜 同时由于钢田 取得了1比0的领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制作为主要是钢田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